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来到智库通的FinTech全方位 新的一年 究竟今年会是什么元年呢? 当然要和一位嘉宾聊一下 蒋先生 新年轻步 新年轻步 每年我们都会 可能要特意去找一些主题出来 什么元年 曾经经历过就是元宇宙 然后就是去年的AI 到今年大家当然觉得 AI都会是一个延续 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主题 就是说今年有机会是虚拟资产 甚至乎是比特币的一个元年 2024年 你怎么看呢? 是 很有趣 其实比特币是2009年已经有了 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说 2024年才是比特币的元年 我觉得又不能说它没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这十几年 其实比特币一直都是一个很小众的游戏 大家虽然听到很多的新闻和报道 但是大家都知道 负面的佔了很大部分 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主流的投资界别 主流的金融机构 始终对它比较牌制 或者不够了解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它没有一个很正规的 给大众接受的购买模式 就是你怎么买比特币呢? 我接触了比特币这么多年 我听到最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 怎么买? 大家知道2023年发生很多骗案的问题 就是因为欺骗别人 给钱买比特币 然后你其实就不知道买了什么 或者那间机构本身可能没有牌 但是2024年 其实我们今年最大的憧憬是什么呢? 就是会出现比特币的现货ETF 如果这件事是被美国SCC批准的话 即是普罗大众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好像买一只股票的方法 就可以买到一个比特币挂勾的投资产品 虽然不是直接持有的比特币 但是这样你可以进入场的话 即是整体整个市场 可能一下子的货币会造大了很多 一个直接最大的影响就是 普罗大众会对它的兴趣大了很多 而且既然你可以给它有ETM 即是在法律上 大家是承认了它的存在 所以感觉好像正式可以放上台面 所谓登堂入室 很正规的 大家都不需要好像很避开 我都有买的 赚了多少 然后又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有这种说法 可能这个才是比特币的元年 因为真的登堂入室了 但是元年是否代表着它的走势 就一定会是向好 还是在不同的场景下 它的应用会多了呢 怎样定义它的元年呢 就像张先生所说 它诞生了很久了 至于它会不会升这件事呢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投资机构 都是看好的 也认为今年升的机会也是很高的 如果大家看看一些新闻报道的话 你也会见到 唱好的最离谱的一些预测 我见过好像是40万美元 以现价来说可能有八、九倍 保守一点的也说是升倍 我自己很少去做这些数字上的预测 但是我觉得升的机会 都是很高的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看升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你环顾四周有什么好买呢 即是有什么投资产品现在是直播率比较高的呢 股市、港股 好像大家看 惨淡了好一轮 美股创新高 既然创新高还有多高可以创呢 你会怕地高注不升寒 黄金升得很慢 楼市不太敢碰 那买什么呢 美债又好像说未来可能减息 一只手的手指数了 那剩下什么呢 那你钱放在哪里呢 似乎现在直播率比较高 反而会是比特币 那所以大家都觉得似乎 资金流向那方面 如果有现货ETF 那所以只要有那么几个% 流入去比特币 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升幅 有个数据 就说美国整个ETF市场有多大呢 就有7个Tillion美金 那如果1% 即是70个Billion美金 涌入去买现货ETF 那都可以把它推高很多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 好像前景一片光明 但是当然我就会觉得 两样东西 两个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就是 当个个都看好的时候 就是很多时候 就会有些大额 等你散户进来的时候 就割一筆 所以大家就不适宜买太多 就算你看好的话 那第二样东西就是 始终ETF 都会是一个过度性产品 因为比特币 你通过ETF去买 其实你并没有拥有那个比特币 到最后比特币的设计原型 都是什么叫拥有比特币 你真的要有自己的钱包 将你买了的比特币 放入自己的钱包才是真正拥有的 所以我觉得ETF 只是让大家接触它 多了一个很方便的渠道 以及让保罗大众更加了解 它是什么产品的方法 张先生 你提到 就是关于比特币终于可以登堂入室 其中一个的转捩点 就是有一个现货的ETF出现 但这个可能大家就想不明白的概念 就是比特币本身就是在区块链之上 怎样是一个操作 令到现货ETF可行 或者可以在交易所里面进行买卖 其实它的做法就是 发行机构需要持有一个相对数量的比特币 才可以发行现货的ETF 即是说 举个例子 你有10亿的ETF 给人买 你就要有10亿的比特币 作为持仓 所以 如果越多人发行 或者越多人买 被所死的比特币的数量就会越多 就会减少了比特币的流通量 流通量减少了 那升的机会便高了 这个就是说现货ETF 但香港这边 其实也有关于一些 證监会已经认可 就是虚拟资产期货的ETF 跟美国的那边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是 期货ETF 有了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看回它的价钱走势 其实也很接近比特币的价钱走势 但始终 期货相对现货的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发行商不需要持有 比特币现货的资产作为抵押 所以整个市场都会觉得 做期货不一定会对现货的价钱有影响 现在香港的金融市场很流行跟国际标准 如果美国SCC批准的话 香港也是属于美元区 因为港币和美元关销的关系 所以如果美国批准的话 SFC跟SCC 也批准了 机会就会高 好处就是对于香港的投资者来说 我不会看着港币流失去买美股 我想买现货这些 我都可以在香港找到一个相关的产品去买 方便一些 其实是不是一直以来 都是美国在无论监管 或在虚拟资产的发展里面 都是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 或者他们的步伐真的走得比较快 直到现在都是 两体 如果你说市场上 我相信是 监管来说 我又觉得两体 因为始终它也是保守的 你见现在反而有些非美元区 或者第三世界国家 反而它拥抱比特币的速度会快些 因为有一个趋势想说 我可否尽量脱离美元的控制 我们现在看到有两三个国家 都已经将比特币 变为一个法定货币 但以整个投资市场来说 美国人始终对于这些加密资产 或者数字资产来说 他们开放很多 现在我们看到 首先整个web3市场 区块链科技是什么 其实大部分这些金融 或者是科技公司 其实都是源自美国多 究竟就是比特币 或者我们所说的一些虚拟货币 和传统的金融市场 甚至乎现在说 去到web3年代 会有些什么的结合 对于整个市场来说 有些什么的冲击 稍后回来继续谈话 继续回来自普通的Fintech全方位 张先生刚刚说到坊间形容 就是今年2024年 就是一个比特币的元年 听你这么说 容易明白些 就是它可以登堂入室 上到大台那里 但其实它对于传统金融市场来说 会有些什么的冲击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亦敌亦有的一个关系 因为投资市场就只有这么多钱了 那钱留到哪里呢 如果不买 不买楼 不买股票 那是不是买比特币呢 好了 买比特币我们又间开了 那些人会在交易所里面 是买ETF 期货的现货 定益 或是我不经交易所 我是买比特币的现货 然后放入自己的钱包呢 所以 既然我有这么多选择的话 其实就是说我打得更加散了 我打得更加散了的时候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或者简单来说 对于股市来说 可能又未必是一件好市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 未必一定是元年 就等于是一个 所谓的行一个大的牛市 看看什么叫牛市 可能在比特币的牛市 是不等于在整个金融市场的牛市 可能比特币升 那么股市跌呢 或者比特币升会带动到其他东西 都会涨一些 比如股市都会涨 但是否楼市会跟着涨 也未必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 可能多元发展的 这个机会会高一点 那所谓的币圈的牛市 其实跟我们过往去分析 股市的牛市 其实又一不一样呢 现在的币种已经是多到 都不知多少只了 那其实会不会出现一些都很分化 其实可能是比特币的牛市 不等于全个币圈都是牛市 有先后次序的分别 如果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的发展 通常一个牛市里面 会是比特币行先 那怎么看呢 有一个指数 大家可以看 叫做BTCD 即是Bitcoin Dominance 比特币市场占有率的比例 在牛市开始的时候 以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占有率来说 就会一直涨 例如涨到七成 现在是54%左右 然后因为人们在比特币一直赚钱 资金就会开始流向二三线的加密货币 第二个上来的多数是以太币 即是会由大的蓝筹开始 去到二三线股 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 然后又借了钱之后 钱就会慢慢流向一些小一点的币种 然后到时候BTCD BTC的市场占有率会慢慢下降 以至低到50%以下 然后市场就慢慢趋向于熊市 有一个这样的周期 所以不会说一升的时候 全部都一起升 多数不是这样的 有先后次序之分 那今年是否真的一个 所谓的Bitcoin的牛市 是大几率会出现 我也相信会是 因为看到一个趋势是这样的 有两个数字可以支撑这个说法 第一就是在过去这两个月 我们看到在各大交易所里面 比特币是有淨流出的现象出现 意思是说在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 人们觉得我不想交易比特币 我就将交易币提币 放在自己的钱包里面 这个动作就是说 我短期之内不会拿出来交易 也觉得自己带在自己的钱包里面 暖粒粒没有那么大的风险 没有交易所的风险 留出交易所的比例如果高的话 代表可以交易的比特币比例就低了 现在低到多少呢? 只剩下190多万个比特币流通 而全部以发行的比特币是多少呢? 就是1960多万个 即是说只有10%流通 流通量低 价钱升的机会并不是高 这是第一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就是在现在整体 大家拥有持有的比特币里面 其实亏得多还是赚得多呢? 根据这些年上数据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90%的人是赚钱的 有10%的人所谓是在亏 为什么会在亏呢? 就是因为它是在上一次牛市 大概45000至69000这段时间买的 没有赚到钱 没有赚到钱便会告诉自己 不要紧要的我长期持有 所以目前那群人还在亏 但少数是10% 如果九成的人在赚钱的话 它就没有什么经济上的需要 要去套钱出来 所以沽压又不是那么大 所以看回这个数据 如果再加上 接下来又在憧憬现货ETF的出现 还有一点就是大概4月份 便会出现比特币的减半生产 即是到时供应量又再少些 价钱上的机会便又再大些 待会也要重温一下减半的概念 因为大家可能在股票市场当中 就想不明白为何隔一会 数量会越来越少 刚才张先生也提过一个观点 大家要留意就是正流出的概念 因为平时我们听到流出便会觉得很惨 就是大家的钱走了 可能变回现金便没有再持有 但可能在虚拟资产那里 它只不过是流出了交易所 反而放在自己的钱包上 便不代表它没有再拥有 是的 所以我们倒转 正流入高 为何要流入呢? 因为你准备买 所以交易所的比特币 如果流入多了 多了供应量的话 反而价钱下跌的压力便会大了 这个概念要重新认识 对 如果在其他传统资产 可能大家的想法便要倒转了 刚才提到一个减半的机制 其实在那么多个币种当中 是否真的只有比特币独有呢? 你也可以这么说 是的 这个是当初设计一个很聪明的概念 因为它的发行上限是2100万个 即是不会多于2100万个 每21万个区块便会减半奖励 一开始的时候 每一个区块 大概10分钟到一个区块 就会有50个新的比特币诞生 每10分钟 50个新的比特币 如此类推 每21万个区块 即是21万乘10分钟 便会减半 由50至25 如此类推 如此类推 现在经过了十多年之后 现在每10分钟 是有6.25个 到今年大约4月份 现在大约4月19日左右 未必是 因为它的挖矿难度 它有前后退 大概是那段时间左右 就会有再一次的减半出现 就会变成3.125个 正常的经济逻辑 就是当供应少的时候 价钱便会升 但是大家要留意 是否代表到时候 比特币价钱一定会 一支占标上去 如果供应减半 是否价钱升一倍 不是这样计算的 首先 因为这个数据是公开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现在 现价可能已经反映了部分 减半的期望 第一 第二 就是你要看看有多少人 卖比特币 最大的卖家是什么人 就是矿工 挖矿的人 那 矿工 为什么要卖比特币 就是因为它要支付电费 就是出粮 矿机的开支 你想想 矿工 我现在赚开每10分钟 我就赚6.25个 到时候 我就赚变3.125个 我的收入突然间 没有了一半 所以往往去到真的 减半生产的时候 反而那一刻 大概那几个月左右 价钱会有下限压力 然后到时才慢慢再升 很特别的 我们看到过去三四次的 比特币的减半生产 都有一个类似的现象 然后到几时 就会出现一个大升幅 就是减半生产之后的一年 所以就是2024的下半年 和2025年才是大升的时候 就算大升大家都要知道 是有风险所在 有像张生的名言 那句不懂千万不要参与 这些讯息和最新的视频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还有一个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记得也要支持一下